与球场管漏水又淹水市井赛玉水则发票房渴望充一元台币 中国南京与球市井赛进入最后准决赛赛程 先前受到天气影响 先是发生冷凝现象造成通风管漏水 昨天则是因台风环流暴雨 发生入口淹水现象 大会紧急处理进行撤场 但并不影响球迷进场看球意愿 票房截至八强为止 累积1400万人民币 约6300万台币 仍有精明两天赛程 渴望冲破2000万人民币 上看一元台币 昨天南京场管外下起整天暴雨 累积雨量达78.5毫米 也造成其中一个检票口积水而淹水的情形 工作人员立刻进行撤场 并且启动泄压系统 现场也铺起防水电以及提供雨衣给观众 主办单位强调 淹水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或财务损失 尽管天气因素恶劣 与球迷仍相当热情进场看球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截至八强赛票房已达1400万人民币 明天决赛门票也已售出破万张 决赛最便宜票价是300元人民币 约1350元台币 最贵票价则是2000元人民币 约9000元台币 尽管天气因素恶劣 与球迷仍相当热情进场看球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截至八强赛票房已达1400万人民币 明天决赛门票也已售出破万张 决赛最便宜票价是300元人民币 约1350元台币 最贵票价则是2000元人民币 约9000元台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